好 带大家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请看娱乐快递 影帝发哥周润发 最近为宣传新电影 《别叫我堵神》 来回多地出席活动 更在香港创仙河 徒步跑了一整日 去了全港多间戏院 与影民见面 可能由于宣传形成太密集 周润发星期二确诊新冠病毒 他遗憾地表示 他需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跑 发哥表示 原本答应了这个星期 继续跑戏院 与大家见面 分享自拍 但这两天觉得不舒服 确诊新冠 所以暂时未能与观众见面 等身体康复 就会重出戏院 与大家见面 祝各位身体健康 保重 希望发哥也要保重 早日康复 超级巨星 汤姆克鲁斯日前61岁生日 今年他就选择与工作伙伴 及影迷共度这个日子 生日前一天 他就为新片在澳洲悉尼宣传 而生日当晚 他就与同片两位 汤女郎等一同出席首映 除了一众演员 预备生日蛋糕 来向他贺寿之外 现场的影迷 更举牌助寿星宫生日快乐 另外 首映场馆外的海港 也发放烟花 来庆祝阿汤哥生日 真是大阵仗呀 现年74岁 曾鸿遍亚洲的一代台湾影星 珍珍与原名刘子谦的儿子张立恒 去年一度传出失踪的消息 张立恒曾在社交平台留言澄清 并于元旦及农历新年时向媒体拜年 但梁母子仍然未有公开露面 神隐接近一年 梁母子近日现身朋友聚会 看起来二人都非常精神 江大伟日前于社交平台 分享与朋友生日参序的合照 见到穿上红色上衣的珍珍坐在中间西位 面色红润 健康状况看来不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